概念是這個樣子 不是以至高點權貴的心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要來看 馬英九這個Lone State 這樣一直走下來 讓人家覺得說 你到底在做什麼 如果你只是為了選舉要包裝 你就好好去做你的選舉工作 不要假裝說我應到基層 來了解你們的生活什麼 那個距離太謠言了 沒有人相信你才會這樣做 所以這些假裝都不需要了 現在的政治路 台灣最需要的就是 把你的真面目拿出來給大家看 你是什麼樣的人 你的主張是什麼樣 我們能不能認同 不認同我就不支持你 認同我當然就是支持你 就只有這個樣子 有啦 郭文大哥 馬英九的真面目 最近也陸續在顯現 馬英九到南部中南部Lone State 就是要表現這個 所以他才要去Lone State 才要跟大家去保安法 對不對 Lone State就是要去保安法的意思 但是他的行政很忙 不要因為他回台北 你看Lone State是假的 他當然兩邊都要跑 台灣就這麼小 不是美國洛杉磯跟紐約 不是嘛 對不對 所以沒有那麼嚴格說 Lone State就是不能夠離開這邊 好像就一定要在這裡 他今天的行程 他今天的表現 他就是希望能夠跟大家去保安法 所以才到中南部 所以他不是不懂 他懂 那麼他當然 他一直在台北長大 我們要認清他的環境 一路到美國留學回來 就在中央政府 這個是事實 那麼所以他才覺得說 我要到中南部去Lone State 跟大家保安法一下 那麼這些保安法 你們要給他一點空間 不要來了一樣 做一個也不對 那個也不對 他就會害怕了 給他一點鼓勵 他58歲 57歲的歲月裡 如果不是因為這次選舉 他會有機會Lone State嗎 可是你 相對的 馮委員 其實有沒有人要求你去Lone State 沒有 那你說因為我的選區 你不會說談南部 這個都是事實 我們都不要去講 你今天你的選區在哪裡 除了選區之外 他的生命體驗 從來沒有中南部的經驗 他當然錯了 他今天要選中華民國總統 他就要到中華民國所屬的 所有地方 他都要去 金門 馬祖 外島 他都要去 這是他的責任 他竟然做一個候選人 就要這樣子做 並不是說我在南部 就是在南部應對 在北部就不對 不是嘛 你看謝長廷有沒有人 要求他去Lone State 因為謝長廷他在高雄選 所以他到高雄去Lone State Lone State 對不對 他停留在高雄做市長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子 蠻有這個Lone State 會現在引發大家 這樣這麼多的一個爭議 不管是約語還是嘲笑 還是不滿還是支持 其實這個或許一開始 我們在節目就講過 Lone State的名稱 或許真的是取錯了 如果不是用Lone State 來形容他的下鄉長廚計畫的話 或許大家不這麼苛刻來看到 說為什麼常常要跑回台北 為什麼要怎麼樣 但是真正Lone State 這一趟的行程 顯然之前也報導過 跟立委的行程 蠻有關係的 所以跑跑跑 一天跑一二十個行程 所以國中大哥 這個身體好如的馬英九這樣子 其實一二十個行程 一天這樣跑下來 是非常非常負荷 非常非常沉重的 所以說這樣安排 其實到底有沒有效益 我不是想馬正 應該好好來自己檢討一下 但是我們剛剛有看到 謝長廷先生在美國 對於兩個關係 相關事件 一個女記者洛淚 還有國民黨告他強姦說要求償一億元 他的回應 為什麼最後只有大家是笑 記者們全部一笑 一笑之後 似乎沒有人會再繼續追問什麼下去 雖然讓大家笑 但是問題好像也回答了 這個部分兩個相比較之下 馬英九跟謝長廷先生的差異 其實一眼就看出來 像碰到這種問題 我們如果再去問馬英九 馬英九永遠是那幾句話 謝謝指教 不然就是他不知道 然後不然就要去問誰 他沒有辦法立即反應 這就是顯示說 謝長廷在某種程度上 他的機制能夠讓很多人有認同感 就是他的反應非常的快速 他不需要用嚴肅的態度 去面對嚴肅的問題 他可以三兩撥千斤 輕輕的就撥去了 讓聽的人知道他的意思了 我們舉這個例子 他講這句話說 讓女人流眼淚的男人 都是不好的 這句話說我一個男人 我非常的苟同 非常的認同 為什麼 你怎麼做 你總不應該讓女人哭 尤其是馬英九這麼多 對女性的票演這麼強大 他等於是對女性 有一種某種程度的魔咒 如果說謝長廷直接來面對他 談這件事情的話 人家又講說你看看 難怪以前人家講說 三立很挺你 謝長廷 他不會又陷進這個陷阱裡面去了 所以他用這種來撥開這個問題 讓人家覺得說他的打戶 能夠讓馬英九再陷進去說 你面對的是個女記者 已經不是面對一個電視台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 謝長廷所謂的強奸說裡面 是指什麼 前言後語你給他聽起來 也就是國民黨你在戒嚴時期裡面 你是在當家的 結果你用這種殺人的手段 用強奸的手段 侵占人民財產的手段 把人民的戒嚴在這裡 他是用意識的想 這種想法去想這一段故事 結果你把他當成實際 都說不定 我會看到你 沒有任何人的手段 你會看到我 是你會看到他 也會看到他 有種認識的 你會看到他